呃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话你就说 没话我就走了 老哥 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其实已经关注你好几天了 我觉得你就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那种老伴的类型 你看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说话做事能不能矜持一点啊 那你喜欢你现在的老伴吗 我不喜欢我能跟人家结婚吗 那你到底是谁啊 你想干嘛 我不是说我已经看上你了吗 你这人指定有病 走了 哎哎哎哎老哥留个微信以后常联系啊 以后不必联系了 本来就不认识 走了 哎哎哎老哥 怎么样李阿姨 没问题 什么没问题你这么快试看完了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啊 你这个丈夫啊 绝对是个专业的好男人 专业到什么程度 嗯 这么说吧 如果他认定一个女人呢 他别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的眼神 如此坚定 真有这么好吗 李阿姨我越南人无数不会看走眼的 行 那我这就把钱抓给你 谢谢啊 嗯 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再联络我啊 行 不是 这个人 你这么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上来 你怎么说 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這只是第一關美色考驗 還有第二關金錢考驗 你還要試探呀 沒完沒了了你 哎呀我好歹也是個企業家 誰知道張叔跟媽在一起 是不是補我的錢呢 大哥 就你掙那點小錢和企業家 你可拉倒的 哎呀聽我的沒錯 哎來了 哎張叔來了 哎呦張叔來了 哎呦張叔來了 哎呦張叔來來坐坐坐 哎呦張叔來來坐坐坐 哎呦 啊是這樣的 呃 趁我媽不在我想跟你聊聊 可以的 聊吧 張叔不是你聊嗎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哈 啊 你和我媽這層關係呢 我和莉莉都知道 嗯 我就想問問 你們最近有什麼打算 下個月就結婚 我跟你媽已經商談好了 對 怎麼 她沒跟你說嗎 沒有啊 哦 那可能 她還沒來得及跟你們說吧 啊 奧偉啊 啊 你是不是 一直對我有什麼意見啊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張叔您誤會了啊 沒有啊 既然你們已經商量好了 我和莉莉呢 也沒什麼意見 嗯 結婚嘛 你該結就結 哦 那 這個我心裡就要底了 啊 張叔 哎 這卡裡呢 有100萬 趙偉 你這什麼意思啊 啊 張叔啊 我沒別的意思 我媽呢 從小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 她現在年紀大了 能夠找到您照顧她 我也是接受 這100萬您拿了 我希望 以後你對我媽好一點 你的意思 是我拿了這100萬 就會對你媽好 不拿這100萬 就對你媽不好 是不是 您誤會了啊 啊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 這樣我心裡踏實 你踏實了 可我不踏實 你把我當成什麼了 我只是希望您 能夠真真正正正的 對我媽好 能夠把更多的心思 花在我媽身上 簡直不像她 哎 張叔 張叔 阿偉她就是太在乎我媽了 她做法確實不對 我現在不愁吃不愁穿 再多的錢對我也沒有什麼意義 嗯 你應該啊 多為你媽好好想想 看看她真正需要什麼 哎哎 我走了 啊行那我送你 媽媽 又回來了 咳嗽我了 就給我倒杯水啊 好 媽 有什麼事我想問你 你想好了啊 要是惹我生氣 最好別看 那個 你跟我張叔 是不是下個月要結婚呢 哼 跟你有關係嗎 看你說的 怎麼跟我沒關係了 你也不提前跟我說一句 來媽 倒水 跟你說 你這個也不樂意 那個也不樂意 哎 媽 我跟你商量 我們願意 我們也接受 只要你開心 只要你高興 我們都支持 真的 我們都為你感到高興了 真的 真的 哎媽 你說 你們結婚了 你去幫他張叔家住 他就成名譽了 什麼我去張叔家住啊 是你張叔搬到我們家 啊 什麼我爸去張叔家 是你張叔搬到我們家 什麼 你怎麼想的 那張叔搬到我們家 對 你不是我們家 去逛街 啊 你不是我們家 你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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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自己住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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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東來了 晨晨呢 晨晨怎麼沒來啊哦媽晨晨沒來 你下次來帶晨晨一起來 不到好幾天沒見到我女兒了 行哎可 我有私事 什麼 都是一家人 有什麼事不能在這兒頭嗎 哎就一點私事走吧 曉冬啊什麼事啊 還要到屋裡說那麼神神秘秘的 你願意到屋裡說就到屋裡說 坐吧 什麼事啊小哥媽這麼神秘 還錢來了吧 是 借錢 借錢 我沒聽錯吧 我剛借給你幾天了 上次我做了那個生意 他現在要加大投資 所以我想問你 在這10萬 你做了什麼生意啊 現在不方便說 到時候掙錢了你就知道了 你不方便說 那我也不方便借 哥 這是最後一次了 我可以寫借條 現在就寫 這不是寫借條的問題 我現在懷疑 你把錢用到了不正常的地方 我是真的是做生意啊 哥 你得相信我 拿什麼讓我相信你 哥 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你不給我面子也給程程面子吧 這是面子的問題嗎 我說了 很簡單 你只要告訴我你做什麼生意 如果是正經生意 別說10萬 就是50萬我都借給你 你幹嘛非要問那麼清楚幹嘛啊 哥 我就問你借10萬塊錢 對你來說也不算什麼吧 你越說越不在勁了啊 哥 你就真的這麼無情嗎 哥 你就這麼無情嗎 你自己好自為之吧 我勸你要走正路 千萬別走白路 更不要對不起程程 吃了飯再走吧 我吃個飯再走啊 這孩子 二位你過來怎麼回事啊 什麼怎麼回事啊 小東一生不分的就走了 你又惹他生氣了 哎呀 你知道他來幹嘛嗎 幹嘛呢 借錢 又借錢 又借錢 你不是剛借給他過嗎 是啊 孫叔我沒借 你沒借 你沒借 阿偉啊 我這真的要說你兩句了 都什麼關係呢 你妹夫來找你借錢 他肯定是遇到困難了 你都不幫他 那他怎麼辦呢 媽 你知道小東這兩年陸續 從我這裡借了多少錢嗎 尤其是這兩個月 你覺得正常嗎 年輕人花錢到手大 這不都是這樣嗎 嗯 你管 這一個花兩份 肯定不對嘛 就你兩成們 你條件比他們好 你應該幫幫他們 你別心裡就想著利益 你也想想你妹妹啊 這是幫不幫想不想的問題嗎 啊 我能幫他一輩子嗎 毛病要從根上解決 而且 我現在嚴重懷疑 小東現在走彎路了 我看你啊 就是捨不到你的錢 哎呀 不想 怎麼想 吧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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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